蔡依林復工囉 而且她還透露說 有新的MV即將推出 實在是悶壞了 長達九個月 天后蔡依林都沒公開活動 這回一身白色褲裝 久違亮相 不只透露新專輯 有在構思 Jolin也說下週的金曲獎 有受到邀約 不排除會出席 只是年初 巡演才剛唱完台北戰 卻因為疫情 連五月的高雄場都砍了 涉身於外籍舞者 來台工作證的申請 何時重啟 她也松口回應 我們有在安排後續的事情 如果確定好 我們就會馬上公布給大家 年底有希望嗎 有希望 已經當媽的Ella 新計畫老早悄悄進行 宣布十一月中 一連兩天要在北流 首開個人專場秀 我希望更多是可以讓大家看到我 不一樣的面相 所以今年我們這個是整個是 完全是全新的版本 表示演出不只是演唱會 將結合音樂聚和脫口秀 演藝圈報復性回歸 不只這樣 傳出年底要開唱的還有她 新巡演當我們談論愛情 先前同樣被延期 入圍金曲歌後的梁靜茹 劇傳已經卡了 小巨蛋十二月的檔期 有沒有可能陪歌迷過聖誕節 經紀人表示尚未確定 趕在年底各大咖平復供 粉絲也期待能一保而服 這次說 張木君台北次貿易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